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沃尔玛目前正在提供一款热卖的 INS无线吸尘器 原价320美元 限价只需80美元 折扣高达75% 这款吸尘器不仅重量轻便 还可以转换成手持设备 非常适合清洁家具和楼梯 接下来 亚马逊上的Lilipro咖啡杯整理价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 它可以帮助你的厨房 保持整洁有序 仅售25美元就能让你的橱柜焕然一新 最后 对于预算有限 但又想要性能出色的笔记本电脑用户来说 Walmart上的Stream 15.6英寸笔记本电脑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限价只需210美元 拥有超过50%的折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 每个人都在寻找能让日常生活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方法和工具 从清洁家居到整理厨房空间 再到选择合适的服饰 我们都希望能找到那些能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小帮手 最近 一些产品和品牌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清洁家居的神器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Walmart最近推出了一款重量轻巧 价格实惠的INS无线吸尘器 原价320美元 限价仅为80美元 折扣高达75% 这款吸尘器的重量不到3.5磅 非常容易在家中各处移动 而且无需插电 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 它还可以转换成手持设备 非常适合清洁家具和楼梯 除了配有刷子和缝隙工具外 还搭载了旋风过滤系统 有效减少空气中的颗粒物 虽然它的续航时间不是最长 但对于快速清洁所有地板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许多顾客对其轻巧设计和性能给予了正面评价 接下来 让我们转向时尚界的亮点 Yahoo!US同样报道了 Rocky Brands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销售业绩 净销售额达到了112.900万美元 净收入为260万美元 与2023年第一季度的净亏损40万美元 形成鲜明对比 公司董事长 总裁监CEO Jason Brooks表示 这一积极的业绩是由于Durango和Straight Off品牌的双位数增长所推动的 这一成绩不仅展示了Rocky Brands在鞋类市场的强劲实力 也证明了品牌持续创新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 我们来看看如何有效整理厨房空间 根据Yahoo!US的介绍 Ellipro咖啡杯整理架正成为厨房整理的新宠 这款产品售价25美元 据亚马逊评论 它获得了五星好评 这款可堆叠的整理架 能够调节以适应不同尺寸的杯子 并且一套包含六个架子 它的一个小缺点是 在取用上层杯子时 需要小心 以避免颠倒下层的杯子 但总体来说 这款咖啡杯整理架为解决厨房拥挤问题 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让厨房空间瞬间翻倍 总的来说 无论是家居清洁 时尚穿搭 还是厨房整理 市场上总有纳摩一些产品和品牌 它们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实用性 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这些产品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也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不断涌现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产品出现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 在洛杉矶的暗物质首映里上 珍妮福 康纳利 以一双来自路易威登2023秋季系列的白色靴子 成为了时尚焦点 这位演员的造型 由头到脚都是LV品牌 白色的靴子 以细微的黑色轮廓和全黑的外底为特色 搭配了2.5到3英寸之间的粗块根 展现了它的精致与高雅 康纳利的这次亮相 不仅展示了它的时尚品位 也证明了它在红毯上的非凡魅力 路易威登的这双靴子 不仅为它的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 也让人们再次认识到高端时尚品牌 在现代时尚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边 随着唐纳德 特朗普决定在2024年再次竞选美国总统 他的言论和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MSNBC的大卫 利特警告说 与特朗普2016年的首次竞选和上任期间相比 他这次没有了任何约束 变得更加危险 特朗普的演讲内容更加激烈 威胁更加严重 他将政治对手称为害虫 并警告说移民正在毒害美国的血液 利特警告称 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当选 美国将从他第一任期结束时的低点开始 然后进一步下降 在时尚界 凯利 华盛顿 在拉尔夫 劳伦2024秋季秀上 展示了一双吉米 周 珍米 处 平台凉鞋 再次证明了他在时尚界的地位 这双鞋有几皮制成 配有金色五金剑 细怀带 皮革内底和外底 以及6.5英寸的高跟 华盛顿是吉米 周 杜加班纳和范思哲 等品牌的忠实粉丝 经常穿着这些品牌的鞋子 亮相各种场合 他的这次亮相不仅展示了 他对高端时尚品牌的偏爱 也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感 和对细节的关注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时尚和政治领域中人物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珍妮福 康纳利在红毯上的时尚展示 唐纳德 特朗普在政治舞台上的争议性言论 还是凯利 华盛顿 在时尚秀上的优雅亮相 都体现了公众人物 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和个性魅力 这些故事 不仅让我们对时尚和政治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让我们看到了 在不同领域中 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 影响和塑造社会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 家居装修不仅追求美观 还注重实用性和功能性 WayFair正式抓住了这一需求 推出了一系列既有吸引力 又具备隐蔽储物选项的家具 以帮助消费者 保持生活空间的整洁有序 这其中包括 带隐藏式储物抽屉的平台床 带储物功能的软电长凳 带美容产品价的珠宝柜 鞋柜 带储物空间的升顶咖啡桌 媒体控制台 饰品柜 翻盖式储物长凳 带酒架和储物空间的金属厨房导 以及厨房储物柜 这些多功能家具 旨在为卧室 客厅 入口处 和厨房等家庭各个区域 提供最大化的空间利用盒 减少杂乱 这些家具品项 以不同的颜色和市面呈现 以适应不同的室内风格 借助WayFair的促销活动 顾客可以以折扣价格 将他们的生活空间 转变为既有组织又时尚的环境 然而 在汽车行业 Stalantis这家拥有 Jeep Ram 和Fiat 等品牌的汽车制造商 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2023年第一季度 Stalantis报告 其销售量下降了12% 出货量下降了10% 首席财务官Natalie Knight 将这一下降 归咎于产品供应的转变 库存管理 地区组合 以及外汇影响 尽管如此 Stalantis仍确认其 2024财年的业绩预期 及调整后 营业收入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但投资者和分析师担心 不断增长的库存 可能导致折扣销售 进而影响利润率 在另一方面 协业公司K-Swiss 正通过高层任命来 支持其转型计划 Anne Smith被任命为 市场营销高级总监 Joe Guido 成为运营副总裁 Samir Wallier Tim Pien和Lisa Palmer 被任命为批发代表 K-Swiss 最近在中国扩张 已在该国开设了60家门店 Wolverine Worldwide 任命Dave La Chana 为首席法务官兼公司秘书 La Chana在Wolverine Worldwide 工作了16年 并从2024年1月起 担任公司的临时总法律顾问 此外 Target任命Michael Fidoki 为首席运营官 自2024年2月4日起生效 Fidoki自2019年以来 一直担任首席财务官 并将继续在找到继任者之前 兼任该职位 这些行业动态和公司策略的变化 不仅反映了市场的快速变化 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 也展示了企业如何通过创新 和战略调整来应对挑战 无论是在家具销售 汽车制造 还是协业发展方面 这些故事和例证 揭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不断创新和适应变化的重要性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从时尚界的商标纠纷 到科技产品的超值发现 再到经济指标的波动 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在短时间内 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些事件 不仅展示了当前社会的多样性 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变化的敏感度 和应对策略 下面 我们就来深入探讨 这些精彩分成的故事 首先从时尚界的大事件说起 Yahoo!US报道了一则 关于Nike和日本街头品牌Bike的商标纠纷 这场始于2023年1月的诉讼 围绕着双方携款设计的相似性展开 经过一年多的法律战 双方终于在纽约南区法院 达成和解协议 Bike同意停产部分 涉嫌侵权的携款 这场诉讼 不仅凸显了时尚产业中 设计权的重要性 也展示了品牌之间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所 必须采取的法律行动 转向经济领域 Yahoo!US的另一篇报道 揭示了美国消费者信心 在4月份的下降情况 根据The Conference Board的调查 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3月份的103.1下降到97.0 这是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下降被归因于 对劳动市场、收入 和未来商业条件的担忧 同时也反映出 消费者对食品和燃油价格上涨 政治和全球冲突的担忧 这一指标的变化 向我们展示了经济环境 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 以及这些因素 如何共同作用于 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 在科技领域 Yahoo!US报道了一款 超值的笔记本电脑 这款由相对不知名的品牌 Stream推出的15.6英寸笔记本电脑 在沃尔玛成为了热销商品 原价超过50%的折扣后 这款笔记本仅售210美元 尽管价格低廉 但其4G的RAM和128G的内部存储空间 在同价位产品中表现出色 此外 该笔记本拥有长达8小时的电池续航力 并通过更好的机身设计和新风扇 改善了散热性能 它的重量仅为3.7磅 拥有薄型外壳和多种端口 虽然不适合硬核游戏 但可以应对一些不太要求高的游戏 顾客对这款笔记本的评价普遍正面 赞扬其启动速度 存储容量和显示质量 只是有些用户表示 需要时间适应键盘布局 这反映出 在当今科技市场中 即使是小品牌 也能通过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 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这些故事 不仅展现了当前社会的多样性 也体现了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 都在寻求适应和发展的方式 从时尚产业的设计权之争 到经济指标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 再到科技产品的市场竞争 每一个案例 都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 展现了创新 适应和进步的不懈追求 在当今这个充斥着 各种信息和产品的时代 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政策 到网络购物的超值优惠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各种形式的变化和进步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变化 从环保政策到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首先来自Yahoo US的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近日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 禁止消费者使用假机氯化物 这是一种常见的油漆玻璃剂 但已知会导致肝癌和其他健康问题 EPA的这项行动旨在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健康风险的威胁 同时仍允许某些商业用途 在严格的工人保护措施下继续使用 这一决策不仅显示了政府对公众健康的重视 也体现了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安全的日益关注 而在日常生活的另一端 Yahoo US同样带来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亚马逊网站上的一系列商品打折信息 让购物爱好者们感到兴奋不已 其中Sketchers的无鞋带滑入式运动鞋 以其轻盈的空气记忆泡沫和灵活的鞋底 获得了超过42500名粉丝的热烈好评 仅受40美元的价格让人感觉 彷復在云端行走 此外 Gloria Vanderbilt的高腰牛仔裤和Hans的短裤 也因其时尚和舒适 分别以19美元和8美元的优惠价格 吸引了大量买家 除此之外 还有多款商品如ShapeRX塑形衣和Meho V-0T恤等 以其亲民的价格和优质的质量 成为了网购爱好者的新宠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当今社会 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提供购物便利方面的进步 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与期待 从EPA的环保政策到亚马逊的购物优惠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关注健康 便利和享受生活的社会风貌 总的来说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企业的服务 都在不断地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努力 这些变化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好消息 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份喜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